近日在聚焦全球安全问题的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外长加布瑞尔说,中国正透过一带一路影响世界,打造有别于西方价值的制度,民主与独裁的制度之争再度浮上台面。面对中国的银弹攻势,他呼吁欧洲主动投资东欧,中亚和非洲。 2月18日,德国外长加布瑞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时,他指出,中国正在及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崩解。 他说,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该提出对策。 他也警告欧洲被分化的危险,指出欧盟的团结证被俄罗斯和中国的独裁者的怀柔策略破坏,面对中国的银弹攻势,他呼吁欧洲主动投资东欧,中亚和非洲。 演讲最后,加布瑞尔说,在这个比冷战年代还复杂许多的世界中,民主与独裁的制度之争再度浮上台面,欧洲是否有勇气迎接挑战,将决定亚洲世纪是否真的到来。 慕尼黑安全会议,多年来一直是各国军事、外交和情报专家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与会者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中共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复营,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等人与会。 其中,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于曾于1月31日至2月2日,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中方力推的一带一路成为了中英合作的热点。 不过,英媒称,媒并未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拒绝签署的原因是因为欧美有不少人担心,这一庞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合约不透明,而且可能偏袒中资企业。 英国智库,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专家潘瑞凡指出,西方大国拒绝支持一带一路有多种原因,其一是计划概念太空泛,难以具体确定究竟支持了什么。 此外,中方牵头的16加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计划,至少有11位成员国是欧盟成员,令欧盟担心北京此举旨在分裂欧盟。 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质疑一带一路。早前美国还宣布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据了解,一带一路目标在欧亚、大陆、中东和非洲的70个国家,提供融资建造一系列基础设施,但美国、德国、法国、欧盟和英国都没有参与背书。 美国最大的外国债主正抛出更多资金收购美国国债。根据美国财政部2月15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到1.18万亿美元,比一年前上升1270亿美元,这相当于年增长13%,是自从2010年来最大的涨幅。 专家表示,中共2017年增购美债,企图防止人民币升高。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上升了10%。 中共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第二大债主是日本,持有1.0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 上个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的话说,中共寻求削减美国国债。这份报道引发市场波动,随后被中共当局否认。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该消息有可能引用了错误的信息来源,也有可能是假消息。 中共12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8月份的峰值1.2万亿美元下降。但是尽管存在月份和月份之间的起伏,整体趋势是上行的。 2017年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上升,标志着对2016年情况的逆转。当时中共抛售美国国债,试图推高因为资本大量外流而贬值的人民币。 现在人民币贬值得担忧得到缓解。 自从2017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上升了10%。中共增持美国国债正值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上升之际。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750亿美元,是美国跟所有贸易伙伴之间逆差最大的。 川普总统大声几乎减少逆差,目前已经批准对太阳能电池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 有人因此分析,中共抑郁通过抛售美债进行报复。 但是杰弗瑞集团货币市场经济学家西蒙斯对彭博社表示, 此次发布的国债数据暗示,中共没有做出任何政策改变。 他们仍然在购买美国国债,以试图阻止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可能损害中国的出口。 上个月在彭博社报道中共可能削减美国国债的消息之后, 就有很多分析者站出来质疑这个说法。 CBS报道说,为了中国国内金融稳定,中共需要持有大量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被视为地球上最稳定的金融资产。 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沃德纳说, 中共喜欢美国国债市场的深度和透明度。 经济学家和青莲撰文分析说, 中共之所以青睐美国国债, 是因为它是一种收益好、风险小、安全可靠的投资品种。 本世纪初,中共政府曾有意识地减持美元储备, 增持欧元、日元等。 但是经验证明,欧元、日元的各类投资都不如美国国债回报高, 安全性强。 金融时报报道说, 中共的储备管理者别无选择, 只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 因为没有其他安全和流动的资产值, 大到足以吸收如此庞大的中国外储。 近年有很多关于中国增持或减持美国债务的报道, 但实际上它们始终是边际的小变动。 北京民生证券的海外研究负责人张瑜表示, 美国债务肯定将继续是资产配置的主要对象。 扫黑除恶成为习近平当局2018年的政治重点,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据估计, 中国大陆涉黑组织人数不下百万, 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与黑帮势力, 更成为针对习阵营高层的暗杀行动乃至杀戮百姓, 恐怖袭击等另类政变的主要实施者。 1月11日, 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讲话, 首次明确表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1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通知要求, 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习近平中纪委全会讲话, 以及紧随其后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预示扫黑除恶将成为习当局 2018年的重点政治动作。 中共统治下历来是警匪一家, 中共政法系统不仅是黑社会的靠山, 也是黄赌赌等社会危机乱象的根源, 中共基层的黑社会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社科院201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大陆45%以上的农村的村委会, 是由黑恶势力组成。 2014年4月, 中国大陆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博新接受陆媒专访时称, 保守估计,中国大陆是黑组织的成员, 人数不下百万, 中国社黑组织却已日渐成熟, 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从原来松散的组织犯罪, 发展得越来越成熟, 二是黑社会组织越来越成型, 组织结构越来越紧密, 三是有了更高级的犯罪类型, 比如渗透政治, 操纵官商勾结, 四是以由原来的少数地域逐渐蔓延全国。 凡此种种, 已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报道还称, 在整理四十宗涉黑大案后发现, 四成黑帮投资涉足房地产, 三成燃脂矿业, 近两成有政界身份。 而近几十年, 中共政法系统一直被江泽民集团罗干, 周永康先后掌控。 中共政法系统及各级政权的黑社会化, 不仅是中国各种社会危机的根源与导火索, 也已对习近平中央政权形成实质性威胁。 1月26日, 中共官媒罕见披露,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命黑老大刘汉照顾其子, 作为回报, 周氏父子驻留将其商业对手援报三兄弟灭门。 官媒报道将黑社会与中共政法系统勾连, 并直通中南海的现状公开化。 不仅如此, 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与黑帮势力, 更成为针对习阵营高层的暗杀行动乃至另类政变的主要实施者。 2012年重庆事件后, 随着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展开清洗行动, 江泽民集团丧失党政军大权, 害怕政变及火灾器官、 贪腐等罪行被清算的江泽民集团挺而走险, 垂死反扑, 频频发动另类政变行动。 从2013年开始, 习近平、王岐山等习阵营高层多次传出险遭暗杀消息的同时, 中国大陆不断发生恐怖袭击。 包括昆明血案在内, 这些恐怖袭击很多背后是江泽民集团二号人物曾庆红在策划。 江泽民的大总管曾庆红长期掌控中共国安系统及特务势力, 操控香港黑白两道, 是海内外特务势力的总投资。 据报, 江泽民集团通过收买武警和黑社会暴徒, 精心安排了系列的报复社会行动, 用杀戮百姓的方式, 意图推倒习近平, 将派顺势上台, 纠正习近平的错误。 江泽民集团操控政法武警及黑社会势力进行政治博弈的手段早已有之。 据港媒披露, 早在2001年, 时任副总理温家宝, 中纪委书记委建行等中南海高层接连险遭暗杀。 2001年11月29日, 时任总理朱镕基召开了社会治安保卫工作紧急会议。 朱镕基在会上指出, 今天这个会议的背景, 是在拿枪的暴力黑社会组织以深入到党政领导机关心脏地带进行暗杀, 暴力攻击, 破坏恐怖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召开的。 朱镕基说, 有证据证明, 这是来自党、 政、 军、 警内部一些被清除、 受处理、 制裁的人及其同党, 包括一些有严重经济政治等问题, 待审查的人所策划的, 他们在社会上收罗了从武警、 军队、 公安、 政法中的败类, 和社会上黑社会组织相勾结, 雇佣、 组织暴徒、 亡命之徒。 朱镕基还指出, 从特定攻击、 暗杀的目标人物来分析, 暗杀组织的后台, 总策划者在党内, 在金融、 公安部门。 朱镕基当时披露的暴力黑社会乱象, 近些年已愈演愈烈, 朱所称的总策划者在党内, 在金融、 公安部门, 如今也已公开, 正是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等将派大老虎。 19大上高层人士重启牌, 习近平权力与地位进一步加强, 习将不易进入新阶段。 习近平展开扫黑行动, 将进一步清洗江泽民集团垂丝反扑, 进行另类政变所依靠的党内外黑社会势力。 随着徒子徒孙不断被清洗, 黑社会总投资曾庆红及终极大老虎江泽民 被清算的日子也将日益逼近。 近日在聚焦全球安全问题的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德国外长加布瑞尔说, 中国正透过一带一路影响世界, 打造有别于西方价值的制度, 民主与独裁的制度之争再度浮上台面。 面对中国的银弹攻势, 他呼吁欧洲主动投资东欧、中亚和非洲。 2月18日, 德国外长加布瑞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时, 他指出, 中国正在及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 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的制度, 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崩解。 他说, 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 而且坚定实现全球境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 西方国家应该提出对策。 他也警告欧洲被分化的危险, 指出欧盟的团结正被俄罗斯和中国的独裁者的怀柔策略破坏, 面对中国的银弹攻势, 他呼吁欧洲主动投资东欧、中亚和非洲。 演讲最后, 1.18万亿美元, 比一年前上升1270亿美元, 这相当于年增长13%, 是自从2010年来最大的涨幅。 专家表示, 中共2017年增购美债, 企图防止人民币升高。 2017年, 人民币对美元上升了10%。 中共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 第二大债主是日本, 持有1.0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 上个月,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的话说, 中共寻求削减美国国债。 这份报道引发市场波动, 随后被中共当局否认。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该消息有可能引用了错误的信息来源, 也有可能是假消息。 中共12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8月份的峰值1.2万亿美元下降。 但是尽管存在月份和月份之间的起伏, 整体趋势是上行的。 2017年中共持有加布瑞尔说, 在这个比冷战年代还复杂许多的世界中, 民主与独裁的制度之争再度浮上台面, 欧洲是否有勇气迎接挑战, 将决定亚洲世纪是否真的到来。 慕尼黑安全会议, 多年来一直是各国军事、 外交和情报专家对话的重要平台, 今年与会者包括,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 中共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复营,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等人与会。 其中,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于曾于1月31日至2月2日, 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中方力推的一带一路成为了中英合作的热点。 不过, 英美称, 美并未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拒绝签署的原因是因为欧美有不少人担心, 这一庞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合约不透明, 而且可能偏袒中资企业。 但美国国家数量上升, 标志着对2016年情况的逆转。 当时中共抛售美国国债, 试图推高因为资本大量外流而贬值的人民币。 现在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得到缓解。 自从2017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上升了10%。 中共增持美国国债正值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上升之际。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 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750亿美元, 是美国跟所有贸易伙伴之间逆差最大的。 川普总统大声几乎减少逆差, 目前已经批准对太阳能电池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 有人因此分析, 中共抑郁通过抛售美债进行报复。 但是杰弗瑞集团货币市场经济学家西蒙斯对彭博社表示, 此次发布的国债数据暗示, 中共没有做出任何政策改变。 他们仍然在购买美国国债, 以试图阻止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英国智库, 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专家潘瑞凡指出, 西方大国拒绝支持以带一路有多种原因, 其一是计划概念太空泛, 难以具体确定究竟支持了什么。 此外,中方牵头的16加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计划, 至少有11位成员国是欧盟成员, 令欧盟担心北京此举旨在分裂欧盟。 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质疑一带一路。 早前美国还宣布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据了解, 一带一路目标在欧亚、大陆、 中东和非洲的70个国家, 提供融资建造一系列基础设施, 但美国、德国、法国、欧盟和英国都没有参与背书。 美国最大的外国债主正抛出更多资金收购美国国债。 根据美国财政部2月15日发布的数据, 截至2017年底, 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到